柴米油盐酱醋茶 酱是中国人开门的七个事情 可谓酱在中国人的生活地位 在1944年也就是日本统地的时代 面向北海企专的传统饮油腔 也就是一项製作 本上让清平和油来吃而已 也就是俗称的打酱油 走过八十几年了 如今来到第三代的手里面 同样坚持立派120天的古法製作 一年的三龙都到全台湾最高 也是因为这样 后面又多小气到后面到全世界 快带你们来看他的故事 我们是台湾第一家在美国正式大量弃作黑豆的厂家 第一步就是先把黑豆泡水 那不同的季节我们会有不同的泡水的时间 刚才找好的黑豆泡水 烧滚滚也要在清煙 为了要让菊菌可以顺利成长 必须要把蒸熟的黑豆泡在四十度以下 过程当中要一直扁一直扁 一扁扁一扁要把保養好的菊菌押下去 所有落在肚子的豆泡会马上淘汰 这是对卫生品质的坚持到肉丸 照着香槍去感受黑豆泡的温度 照着一直扁成湾区群的黑豆泡再一次穿上去 把调整到最好的温度和湿度 三天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挤出来 进行翻曲的动作 那我们翻曲的目的就是第一个当它降温 第二个让豆子突袭 因为这个时候豆子上面的菌 它是耗氧性的 它需要有氧气 所以这以后你翻曲的过程它就会长得更好 那我们翻曲完的黑豆 又会再回到整个花巷市里面 总共待七天的时间 到了第七天我们会把所有成熟的渠斗移出来 然后收集起来进行下一个动作称为喜渠 有一树树的普适 有一树树的白色 这是发达好的渠斗 渠军的标明 如果收集的菌丝要把它洗掉 洗过的渠斗放在保温室里面 把它放进去 以前的黑豆豆油法家 是放在室外的头缸里面 现在他们同样坚持过发製作 加上科学化的方式来管理 它就会把所有的淘干或者发酵桶放到室外去 那不管是春夏秋冬阴晴圆缘缺 它的温度都会不一样 夏天有夏天的风味 有冬天有冬天的风味 就是你春夏秋冬发酵出来的酱油 其实风味是不太一样的 那为了解决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温室发酵场 就把所有我们的日葡桶 发酵桶全部移到我们温室发酵场去 不管春夏秋冬里面大概都维持一定的发酵温度 所以我们最终的产品就可以不被季节 不被天气所影响 那到了120天之后 大概4个月的发酵 我们就把所有的发酵好的黑豆 拿去做压榨的动作 将成熟的渠豆压榨过滤 压榨出的黑豆原汁 涂起过多的油漆和十字 叼煮后的黑豆饮油 直接由食品及管路输送 全自动的填充、封盖、杀菌、贴标等流程 完全符合到国际食品卫生的标准 产线、工厂的卫生条件 然后所有的认证 目前是做到FSSC22000的等级 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有效到 比如澳洲、香港、大陆、美国、加拿大、巴西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产品 是让人家吃的从内心去感受到 它是一个很用心的产品 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子走下去 把所有我们的坚持 做成我们的产品呈现给消费者 不管是要用料、滴料、也或是拌料 浓郁、清甜 又不抢走主食的味道 在现在煮中食安的年代 这种百分之一百天然健康的酱油 用在古法製造极合科学化的控管 保留传统的东西 也替老三亚注入新的火水 台湾这种宝土的文化和在地精神 我相信只有用心感受才能中心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